大家好 我是七之阳的诗阳又和大家见面了 您看在周边的雪挺厚 下星期下了一个挺大的一场雪 但现在的气氛还是挺高的 刚才看车上的温度显示零上十度左右吧 前两期节目呢 有观众朋友反映 我们拍的这个视频 等我们视频上架的时候 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今天呢 我带大家看一套还没有上市的一个房子 这个是在埃斯奔物的社区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七之阳的节目呢 七之阳是一个介绍卡尔加里及加拿大房产的信息的一个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先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这房子首先您看这车库是蛮大的 周边的三车库居多 这个呢 虽说不是三车库 它是一个在一个转弯的地方 所以前面要窄一些 后面的院子要非常宽 所以它车库呢 做了一个双车库 但您从两边来看 每边都有差不多五尺的距离 整个车库呢 我相信它应该起码有24尺宽的一个车库 但是这个房子的整个面积呢 是3100平方英尺左右 这房子是建于2018年 您看整个周街区呢 周边的房子都是豪宅 成交价格呢 在160万到180万之间 一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房主的一些小故事啊 但基本上说建完之后 就没有怎么住过 基本上住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这是进门的地方 大家能看这进门的地方还是蛮宽敞明亮的 这个九尺的顶 不是不算是说是一个特别高 但一会儿那边有一个很高的高厅 进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背景墙 这边有一个小座 坐下来换鞋的位置 您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装饰 因为这边很宽 您要做一些装饰 放一些小的console table 会很漂亮的 它所有的门的主层都是说是八尺的一个门 往右边走呢 这是一个小的办公室 房主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很考虑到这个房子的采光 即使说是一个办公室 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窗户 就是解决了很多 就是有些房子 办公室是放在里面没有窗子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采光就是说对喜欢阳光的人 还是蛮有好的一个选择 再往里面走呢 这就跟大家说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厅 这个高厅呢 应该是有18尺的一个高度 在墙上呢 是有一些比较高大的这种 这种build in的 放一些装饰品的 屋主呢 能看出来是咱们华人 这是一些很高档景德镇的一个瓷器 当然说是您可以按自己的选择 这也不是根据跟着房子一起卖的 您可以摆放一些您喜欢的东西 这边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背景墙 这个屋主放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 下面是一个天然气的一个比较宽的 很现代感的一个壁炉 上面呢 这两个窗是朝南 这两个窗是朝西 所以说是这个采光 这个白天 上面的因为太高 我没有办法打开它窗帘 这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staircase 就是楼梯间 也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 它是 现在的新房的 这个房子是建立2018年 基本上是所有的建筑的理念 都是一个很现代的建筑理念 它没有一个单独的用餐区域 它只是把这个呢 和它的厨房 这个巨大的厨房放在一起的 比较大的厨房 颜色比较浅 尤其显得就更加明亮一些 这是一个built-in的一个冰箱 是 上面是一个微波炉 built-in的微波炉 下面是一个烤箱 这是有一个小的这种pantry 我相信这个是能拉出来的 这您可以放一些调料 这是一个小门 这是一个36寸的天然气的一个炉灶 可能说您感觉就是对这个台面 是相对说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确实说比标准的要宽不少 主要是它厨房太巨大了 所以显得它这个炉灶没有那么大 这边就是对着这后院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窗子 主要说是用于您比如说洗一些东西呢 即使把您的洗碗呢 也变得更有乐趣了一些 这个台面很大 您可以在上面摆放一些花绿植 这阳光很好 上面的花会长得很漂亮的 这个颜色呢 是以一个灰色调和白色调为主的一个厨房 所以整体感觉就是很宽大明亮 主层有一个卫生间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就是挑包相对说比一般的要高一些 再往这个左手边走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叫mother room 就是您进来从车库进来呢 就可以坐在这里换鞋穿衣服 这就是咱们看看这个车库 还是就是说整个都是完成的 里面稍微有点乱 可能有一些就是屋主要搬家 有些杂物搁在车库里面了 但是说这车库还是蛮大的 您看着能看着停的这个minivan旁边 还是再可以可以停一个很大的这种卡车 咱们这是你喜欢的车 好了 那我们就是来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二层呢 是非常宽敞的 其实有四间卧室 这个适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家庭 嗯 他们的缺少了一个就是楼上的bonus room 但是因为说是他有一个条高嘛 所以占用这个空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卧 主卧是一个双开门 一个french道 到楼上了呢 它就变成六尺八的一个门了 就是略显低了一些 但挑高还是九尺的 挑高还是蛮高蛮气派的 对着后院超西的 没有什么邻居 甚至脖子呢 还是没看见山 但是起码说是彩光很不错 这就是他的后院 可能咱们在下面看的更好一些 就是他后院很宽 应该后院应该有超过25米的一个这个长度吧 他的主卧呢也是也是很大的了 主卧就是做的有一个很巨大的这种freestand的这种浴缸 有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窗子 Customize的walking shower 后面都是说是这种应该是天然石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天然石贴的面 所以说感觉还是蛮高档的 两边呢 一边一个洗手池在淋浴房旁边 它也比较大 如果您有一些自己的化妆品啊 剧剧刀啊都可以放在旁边 门后呢 有一个单独房间是给这个马桶用的 而起到一个干湿分离 也更加就是保护您的隐私 walking closet 这边有一个地暖控制 我相信这个地暖控制 整个是控制这个walking closet和卫生间的 所以说冬天时候比较冷的时候 您可以把这打开 整个脚底下会比较暖和 这是二楼的洗衣房 二楼的洗衣房蛮大的 有水池有窗子 所以说基本上符合咱们华人的一些 就是基本要求 还有一些储藏柜 放一些清洁用品 这边呢就是两个小房间 说它小 但是其实并不小 每个房间呢 它都放了一个 这是king size的一个床 很少说是这种小房间放king size床 但是这个房间它可以放到 就说明这个房间比较大 当然说您放了king size床之后呢 周边的空间不会太大 我个人建议您可以放一个双热床 就是普通的双热床 您还是可以有很多空间给小孩子放桌子啊 这个窗户呢 是朝东的一个窗子 朝早晨的阳光是很好的 这是它的一个洗手间 就是它三间小卧室 共用这一个洗手间 它有两个台盘比较宽 这边也是它所有的淋雨间呢 都用的说是这种cosmize 这种定制的冲凉的玻璃 看着比较高档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是很容易清洁 这个小房间呢 比那个尺寸可能略小了一些 但是它多了一个walking closet 你可能说这个有更多的衣物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房间也是九尺的调高 也是很宽敞明亮的 这是第三个睡房 刚才你可能说跟大家说错了 我才发现这个睡房是一个套间 就是有自己的卫生间和walking closet 这淋雨间呢 也是有一个窗户进行采光的 所以它充分考虑到就是喜欢卡尔加里 这种很阳光的天气 它把这个房子的窗户已经开到极致了 这边采光也不错 还是一个就是定制这种洗浴间 它这个小房间呢 也是放了一个insets的一个床 它旁边还能放一个小朋友的书桌 现在我们就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层高也蛮高的 也是一个九尺的一个层高 就是现在采用了一个这个开放式的这个设计 我左手边呢是一个就是这种歪罢 可以放一些酒水啊 可以说是那边还有一个放酒的一个小冰柜 你可以放一些酒放一些饮料 它的地下室呢 也有一个天然气的这种取暖的一个火炉 在冬天的时候既能起到说美观 又能起到一个实用的作用 地下室你不用担心它凉 首先它是一个朝西面的一个后院 大家能看到现在是下午一点一点半左右 这个采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呢 它这个房子本身设计的就是比较高档 地下是有这个地暖的 所以说我们采上也是会暖暖的 这种从地下室直接出来呢 就是它的后院 它后院是蛮大的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它是一个前边稍微窄一些 后面比较宽的一个地形 它后院就比较宽 屋竹也给我看了一看它之前的照片 它这个现在是雪盖着呢 它这前面全铺的是一个就是水泥的一色走道 旁边是有一些草地供小朋友玩耍 那么这个这块也是一个一个水泥的一个露台 上面是不漏水不漏雨的 像现在说是雪都在化 因为今天比较暖和嘛 但这边还是很干爽的一个环境 它这个地下室这个房间呢 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我们看到之前的一个walk out地下室 它为了说把一些活动休闲区域放在就是说窗户比较大明亮的地方 很多卧室就放在一些阴暗的地方 但这个房子呢 可能考虑咱们华人的需求 因为它把这个卧室放在一个朝后院的一个位置 采光非常好 还有说是它这个面积也很大 你看这它是放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在加拿大属于最大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床了 完了这边还有一个说walk in closet 它的设备间 就是我可以在设备间 您就能看出这个房子的装配还是蛮高档的 首先是两个高效的一个暖炉 每个炉子呢都有一个空调的接入 一个ac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起到一个制冷的作用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热水炉 就是给地暖的供水 这边还有一就是说软水的设备 在卡尔加里的水稍微硬一点 比如您煮水啊 或者洗碗的时候会发现会有一些上面结一些白垢 但这种您如果用这种设备呢 它起码就是说把这些很硬的这种杂质去除掉 这个房子还有一些就是过滤水的一些设备 就是说你当您可以说水就直接就是饮用 美中部族地下室的设计呢 我个人不喜欢 它是可能离食手间稍微远的一些 如果在客人在这边休闲娱乐 相对说比较方便 直接到这里用这个洗手间 离卧房就稍微远一些了 这是它的洗手间 能看到洗手间的配置也是蛮高档的 所谓地下室的一个洗手间 它用的是这种10毫米的这种钢化玻璃 后面都是瓷砖 看着还是很宽敞明亮的 也是一个九尺顶的高度 这边呢是一个小房间 没有窗 但是说面积很大 您可以运作一个就是储藏室 或说作为一个办公室 刚才基本上已经大家看了 每一层的都看了看这个房子的结构 目前这个房子还没有上市 上市的价格呢 屋主要价是想定价在169万 周边的房子呢 就是朝一条主路的房子 在上星期成交 应该是在165万左右成交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 还对于目前比较紧张的 卡尔加里西区市场 价格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所以目前这个房子的房主呢 他卖房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之前 买这个房子2018年 回国之后 在疫情之后就过去的三年多 就没有机会来加大 所以说是一直是在一个空置状态 所以能看出来整个房子 还有一些新房的这个味道 没有什么太多的用过的迹象 他用不到 所以他考虑拿出来 拿出来卖 就是现在呢 他的孩子呢 也都是住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还是蛮 蛮喜欢这个区域的 相信大家了解 卡尔加里这西区 最近这些西区的房源越来越少 如果您感兴趣 希望说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出 您可以说是联系我们七之阳 我们带您来参观这个房子 七之阳呢 是介绍卡尔加里房源 和整个加拿大房产信息的一个频道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节目 欢迎您订阅点赞 加转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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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